在咱们钱还骂咱们 抹黑咱们那个新疆那个棉花 就感觉以后就是 不会买这些外国产品了嘛 就是这是国产的 国外他们目前对于我们国家的 总是在挑衅我们的国土安全 就其实在他们根本无法插手的一些领域 然后总是在向我们 在我们的底线上不断地去触碰 然后听了以后也挺气愤的吧 可能现在中国老百姓 也不允许一些外国人 一边吃着中国的饭 一边砸着中国的碗 就作为一个中国人吧 起码是有一个爱国底线的 就是我觉得我本身就不买它 那我现在我更不会去买它 然后我也可能会呼吁 我周围的朋友抵制它 看到那个网上就是那些外国 就是说那个赚咱们钱还骂咱们 抹黑咱们那个新疆那个棉花 就感觉以后就是 不会买这些外国产品了嘛 就是支持国产 国外他们目前对于我们国家的 总是在挑衅我们的国土安全 就其实在他们根本无法插手的一些领域 然后总是在向我们 在我们的底线上不断地去触碰 然后听了以后也挺气愤的吧 我首先是感觉到了我们国家的一个强大 然后包括我们大家的这种一个爱国情怀 在我们这一刻真的是激发了出来 我看新疆的棉花绝对没有问题 包括从新疆的各种政策 然后新疆的文定成果 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 我觉得比欧洲国家什么法国呀 什么这些意大利呀 治安什么的 那一定是能好好上千倍 没有去过的人可能都有一些误解 但是真正的接触过的 绝对是跟西方好多媒体放导人不一样的 新疆地区的棉花是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之一 不用是相关企业的损失 第二有关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指责 完全是个别反华势力炮制的恶意的谎言 目的是抹黑中国形象 破坏新疆安全稳定 阻恶中国的发展 给老百姓包括少数民族的群众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般正常人都会觉得是件好事 因为可以让人民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但是就有人认定一定是强迫劳动 或者暗无天日的压迫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历史上真的就这么干了上百年 所以现在以己夺人 一些企业居然就相信了这种谣言 那么他自己怎么做 是他自己的判断 但是我想中国的老百姓 也有自由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 表达他们的感受 中国的市场就在这儿 不需要我们去专门搞什么胁迫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可能现在中国老百姓 也不允许一些外国人 一边吃着中国的饭 一边砸着中国的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